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签署的北京宣言表示欢迎 这项宣言得到了包括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内的14个巴勒斯坦派别的支持 他们宣布愿意结束分歧 共同致力于民族团结 组建民族团结政府 巴勒斯坦内部有数十个政治和军事派系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是规模最大的两个 联合国在一份声明中说 出席会议的各派代表明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各方同意通过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来管理战后的加沙地带 我们正在结束了与民族团结束 我们说的方法是与民族团结束 中国外长王毅接待了所有代表 这次巴勒斯坦各派北京对话最重要的共识 就是致力于所有14个派别的大和解大团结 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围绕加沙战后治理 组建历史民族和解政府达成一致 王毅称北京宣言最核心的成果是各方共同呼吁 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实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 近年来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外交动作频繁 去年3月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中国的斡旋之下 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如今长期敌对的法塔赫与哈马斯又在中国领土上达成了协议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中东事务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其话语权也有超过美国的势头呢 我认为了协议会是比达成多质量的共同 比达成多质量的网友 和中国平台下来越来越来越措斤 中国有向正在协讨为了解政府的处理 而是一样的抗影响 在中国的东西和中国的尔律关系 中国会困难因为美国的领域在那些地方 而因为中国的强烈对-Palestinian side 会让它困难为 Israel在任何类似的练习 所以中国现在可能会主义更加在那些地方 因为Palestinian reconciliation 是一种的额图为任何类似的移动 而是一种的额图为任何类似的练习 美国有很长的关系 很多国家在中南方中 中国会觉得难以够改变 《北京宣言》发布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美国进行访问 周三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誓言以色列将继续在加沙作战 直至彻底歼灭哈马斯 以色列外交部也迅速地谴责《北京宣言》 以外长卡茨称 哈马斯的统治将被击溃 那么《北京宣言》对当前加沙地带的局势 会有怎样的影响 在实现宣言的内容方面有何愿景呢 也认为很多人们认为 這不是一個原因 不斷斷那些階段 無論其前景如何 北京宣言對於巴勒斯坦 和中東局勢來講 是一份重要的文件 儘管北京方面高調宣佈這一進展 但宣言的全文至今沒有對外公佈 這引起國際社會的諸多猜測 我們在這裡猜測 但是猜測是兩件事 第一,是有真實內容的內容 在這裏裏方或是中國人會很羨慕 第二,如果你看到內容 當然這裏不會發展 這裏會導致中國人失誤 這裏當然不願意 所以我覺得 我认为,如果我们看完词,在未来我认识, 但是现在这些是迹象,为何我们还没有看完词